欢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本来想说台北股市本周挑战两万三千点 站稳是很有机会的 因为国内的上市会公司天王 包含了台积电大力光都要召开法术会 但是没有想到今天清晨 中共宣布环台军演这个意外的利空 让台北股市早盘是开低的 早盘一度开低 但是没有多久指数就翻红来到了盘上 这个军演的利空我们一日之间就消化完毕了吗 台积电今天有一点点在法术前观望 我们的全职股F4也都是呈现熄火的状态 但是热门股的CPU概念股真的非常强 CPU概念股今天联军工到涨停板 光盛也整理之后菜出发 CPU概念股到底在法术会之前 台积法术会之前能够不继续报 还是要见好就收呢 马上欢迎特别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分析师肖又铭 老师好 敏君各位同学好 欢迎分析师吴岳展展哥好 敏君好大家好 欢迎分析师邓上为邓老师好 敏君同学们大家午安 刚才讲到大家有没有被吓坏 看起来台股今天并没有被吓他 共军环台军演今天举行了 外资空单压到四万多口是压对了吗 也让台北股市今天静观情怯 不过CPU概念股还是非常火热 完全不受影响 当冲比动辄都六七十% 当冲比超高非常火热 上全被关了没关系 联军帮你创高 怎么买CPU不怕烫 我们请问老萧老师的看法了 好 回答股价这个就过高 箭在弦上 云端大咖狂抢Black whale 到底是过热还是超前部署呢 另外设备股里面的饭泉 有搭上CPU 天红股价我们展哥很早就追踪了 都纷纷创下新高 设备股找角度低的时机点怎么抓 有没有哪些个股也可以跟设备股一样 我们蹲点等它爆发吗 CPU这么强不敢买角度高的 有没有角度低的可以留意呢 我们请问展哥的看法咯 海基电股价非常的强势 法说前要来挑战前高了 法说倒数四天咯 外资买个不停 1080不会是最高点吗 还是要空到1080前见好就收呢 而大魔奖 现在Black whale一年份都被抢光光了 鸿海广达伟创最受惠 外资拼了命的买 他们低档抄对了吗 我们可以跟着抄吗 请问邓老师 我要回来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台北股市今天展现了强韧的韧性 每次遇到共军的环台军演 台北股市都有办法努力的上上来抵抗 大盘间早盘本来一度受到影响 可是这尾盘的时候指数 要顺势的由黑来翻红 建加权指数没有受到共军环台 军演的干扰 指数中场是上涨73点 收在22975 那差230一脚了 不过量缩 大家观望气氛还是偏多 毕竟要逼近前高了 可能大户的心态稍微保守 既然量只有3143亿元 台北股市从K线来做观察 连续两天 应该连续三天 沿队五日线拉出了红棒 尤其今天很关键 并没有受到共军环台这个威胁 就跟共军说 这个演习没有结束的时间表 但台北股市历经多次的抵抗 外加我们进入第四季的电子旺季 是不是下档的这空间有限 反倒是拉回要找机会呢 我想先问老萧老师 台北股市今天非常的厉害 拉出下影线还收了一个红棒 23K得日复是没有关系 但日K拉出连三红 为什么今天有办法 不受这个地缘政治的利空 拉出一个带有下影线的红棒 因为第一件事就是 包括未来几天 你还是稍微看一下半钟 因为很简单 因为上证今天也不跌 如果台股要跌 上证肯定要跌得比我们重 整体上上证在 最主要就是在于 大陆的11长假前 不是在一个礼拜之内 急涨暴涨吗 然后11长假后 短短一周跌掉24% OK 然后接下来跌到3187 一直到上周五 我们的看法是3184往下可以做承接 上个礼拜就重挫 一路跌到3187 那就出现止跌 我们的看法 第一个 如果你在未来几个交易日 看到路股疯狂是暴跌 我认为台股就会受到影响 这是条件一 条件二也是说 我们从量价结构来看 台股这一波的多头 我们认为它会持续一直往上 除非出现什么情况 就是不要爆量 如果交易量爆出5500亿以上 反倒是稍微就要提高警觉 在没有爆量之前 我们预计整个台股本周 持续向上做提升 反而没有爆量是好事 老师老师的看法是这样子 那我们会看一下 当然今天有这个共军的环台军 也没有对台股造成干扰 主要是入股 走势也看到指纹的迹象 那美国股市 其实这个礼拜有蛮多的数据 要陆续公布了 在我们台积电 要召开法说会的前后 其实很多的科技公司 要公布财报 那这个美国的金融股 当中有几个观察的要点 也是大家一定要掌握的 好 首先这个礼拜 跟上个礼拜 比较重大的差别在于 公布的经济数据就比较多了 那特别是如果你去观察 目前美股市场大家锁定的 原则上就两个 如果你是在观察科技股的 会押在礼拜四的Netflix 就是所谓的语音平台这个部分 会在礼拜四的晚上 那紧接而来 我们时间拉回到上个礼拜五 从上个礼拜五开始 一直到这一整个礼拜 主要通通几乎都是银行股 大摩 通通本周全部压在银行股 各位你可以加入LightEd 也就是说从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一直到礼拜五 就是说连续四个交易日 全部都是重量级的 这些投资银行要公布 所以整体上 但是问题是 这个对科技股的影响不大 科技股就只有看这一个 那这些是看到什么 看到标普跟道琼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标普跟道琼 在上个礼拜五 纷纷收盘是再度创下历史新高 好 我看起来这个 包含了金控股的表现 市场是给予比较乐观的 一个指引跟看法 道琼跟标普创下历史新高 但台北股市为什么 不要说要过前高 两万三看起来都有一点点 真的是有一点难以突破上去 整体上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拿7月11号叫做24416点 当作基准点来看 如果以这一天当基准 我们叫特定比对 特定比对的过程里面 它很明显告诉你 为什么上周五 道琼收盘创历史新高 标普收盘创历史新高 也就是说如果拿7月11号 看到上个礼拜五 道琼是涨8个百分点 标普是4个百分点 但是有两个没有创新高 分别是纳斯达克跟加犬 纳斯达克是跌一个百分点 台股24416以来 目前离高点 大约落在五个百分点 关键在于你说台股特别弱 不是台股特别活泼 你说特别活泼 它是最弱的 不对 你如果从24416 也就是7月11号当基准点 台股是比较弱的 但是如果反过来讲 你用一般比对法 一般比对法就是说 我们拿今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叫1月2号 如果拿1月2号当基准点 刚好翻转过来 就是说1月2号 今年以来到目前为止 最强的会是加权 再来其次是纳斯达克 第三标普最后落后的 涨幅最少的是道琼 刚好是反过来 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什么 它其实在告诉我们 如果从波动的角度来看 台北股是属于最薄波 所以也就是说 你只要做对 你的绩效会比你去锁定 道琼标普会来得大 好 台北股市 如果从今年以来看的话 它的涨幅是最高的 那也会波动大的话 大家选股的时候 买的时机点就非常非常重要 好 所以面对 我认为就是 面对这里一直到11月5号 OK 我第一件事 我觉得你不要去管 11月7号要不要这样洗 那实际上是没重要 因为目前的看法就是 有可能11月5号 美国总统会算没出来 你知道吗 算没出来 那个一拖搞不好要拖两个礼拜 如果两者的民调太过接近 他要等到通讯通讯通票开票 所以那个时间就会拉得很长 以目前来看 因为两者的民调真的很接近 暂时不分宣制 所以整体上你只要看这两张图 它已经告诉你 你怎么面对未来国际股市的变化 首先第一个比较简单的 就看食品价格 OK 食品价格呢 好 各位请看 食品价格从2023年以来 它是快速往下崩跌 它是快速 在全美是快速往下荡的 不管你是外食的 或者是你自己购买在家里做 自己煮饭的 全部是往下荡 触度很大 代表什么 代表通膨其实是上不来的 问题是通膨上不来 来 我们再看右侧 这就怪怪了 哪里怪怪 那为什么食品价格不往下掉 理论上通膨往下荡 十年期公债食品价格 必须往下掉 它没有 它什么时候开始涨了 也就是说 上一次不是公布降两码吗 从降两码一公布完之后 食品价格开始往上拉 所以这个食品价格往上拉 它影响了什么 影响了科技股 所以接下来你要看什么 只要十年期公债食利率 开始由四个百分点往下荡的话 我们认为第一个会出现 强劲上扬的 绝对会落在相关的科技股身上 好 食利率往下荡的话 科技股的走势就压不住了 老小师认为这是一个观察指标 美股的科技股转强 台北股是以科技股为重 是不是也有机会 就有比较干脆的向上突破 我们如果从统计跟从形态做观察 其实台股告诉你 它就只有一条路你知道 它没第二条路 那种没第二条路 它就像一条路 它就是要过24 416 没有了 你说它往下撤 那实在是 你如果单纯就量价包括形态来看 它没可能会回来了你知道吗 为什么它没回来 我也希望它很多 就像很多专业分析师讲的 拉回做买进 关键我们大概也拉回 万一它不拉回 所以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子 各位你加入Lite Hat之后 好 我认为就是算 多算剩 少算不剩 你怎么算呢 你把市场的成本 从形态跟从统计 两个角度做交叉比对 首先我们从形态 这讲了非常多次了 因为24 416跌到19662 这个叫下跌 这绝对叫下跌 这不可能是上涨 这个下跌它产生什么 产生一道很重很重 很重的压力叫22039 也就是因为我从24 116 开始买高票 那相对的认为会长的 从24 116就跟我对坐 就开始每天买股票 买到19662 所以无论是从24 116开始卖的 像是自营商开始 全力避嫌也好 那所有人的平均成本 绝对压在22039 所以他不会一次就站上039 那确实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他当时是不是冲上22039 是不是越往下回撤 最低跌到209 922 接下来这一次是不是站上去了 站上去他又去挑战22669 往下回撤 还是守22039 他的意思就是没有悬念了 我没有要回答了 接下来你就不用看22039 你反倒是看叫22669 问题是突破22669 往下跌 这里是不是又站上22669 所以如果单纯就形态 22669怎么来的 好 一样我们往左边看 22039是最低加最高 22669叫做次低加最高 所以24 416连结20922 所以一定是22669 所以这一半 这一半 2239这里两次 这里也两次 所以他告诉你他要涨了 明君帮我把这边删掉 你静静的看我们去统计 加全指数 这不就是各股 我们看大盘的交易量去统计 统计整个加全指数的成本结构 主要集结是不是在这里 对 这个集结的上缘刚好 在大概22900点 刚好今天刚好来站上集结区的上缘 所以从统计的角度 他也是要过24 416 所以整体上目前来看 台股没有直接 比方说直接往上挑战24 416 主要是我们的看法主要是受到 最主要是三大法人在这边做 非常频繁的密集操作 我们认为他只要减缓密集操作 台股就会往上做噴出 减缓密集操作可能看的是外资 因为目前外资动向大家看不清 欠货在买超 但期货的空单 步到了4万口之上 礼拜三就要台指期结算 这万一支在结算之后 是会转仓还是会大量回补 有关于后续台北股市 能否向上急功的动能 因为为什么 隔一天就是台积电法说会了 台积电法说会 矽光子成为必考题吗 台积电的矽光子联盟 到底有没有新的进展 最近股价一头大股油够强的 越不敢买越喷怎么办呢 矽光子营收好的 今天先冲一波包含了光盛 这个八月份字节年增332% 联均冲涨停板 九月份营收年增63% 七月字节是年增1067% 重达也是在转强了 九月营收年增111% 创16个月新高 上半年小赚0.13元 但他们的本益比都还满高的 老师老师我想问 如果在台积电法说会之前 我就是想要做矽光子 怎么要抓这个轮掌轮动的轻重 你在做矽光子之前 我们的看法就是 你要做个衡量 衡量什么 不是说它好与不好 肯定是不错 不然不可能在过去这两个月 以来整个矽光子 其实走的 这个类股族群走得很强 我们在之前有帮各位做一个列表 我们先看个股的走势 我举例 我们看今天的联均好了 各位请看 画面上你所看的是联均早盘 这不是我没有办法等到收盘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 哪两个 一个用一般的量价结构 一般的量价结构 你找近期的最大量 你不禁得要找 整个历史的最大量 因为如果离今天 那个大量区已经很远了 那你就找近期的就可以 因为那太远了没有意义 你找近期的最大量 举例联均 近期的最大量的280块 我们都看收盘价 那再来我们就去统计 它整个成本结构 成本结构其实是在192 这只是上元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属于那种 非常积极做进出的朋友 那很简单 以联均为例 股价你只要看到210 你就买进了 你就要买了你知道吗 你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你买了 就买了 他怕挖起了 先买了 手掌停板 OK 那另外一种是 你说我是稳定型的 不好意思 那你就必须等 等他拉回买进 拉回哪里192 这里发生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他今天去请问 有没有回来192 没有啊 不然他就挖掌停 你说不这样这样对 好 不是 这个在于 你要衡量你的个性 你的个性是很积极的 那你就买了 你说我不行 我稳定的 不好意思 那你今天绝对 绝对没有买联均 回过头来 但是你今天就会买到仲达 你没有买联均 你会买仲达 那今天几乎也是拉到涨停 为什么 一样 从两个角度来看 一个抓最大量 对 OK 近期的最大量 14 184 对 一个去统计这个集结 这个集结也在114 所以你今天是不是会在114 做买进 几乎拉到涨停 快10个百分点 看完这两档 我们再看 我们在 上礼拜 上个礼拜之前 帮大家做统计的 就是说 从整个相关细光值 比较热门的这个区块里面 我们帮大家抓出集结区 也就是说 如果在集结区的下缘 靠近492 就是弱 反过来在 这里就叫强 我们再回到 刚刚那一章 不好意思 来 上面 来 这边 这个就叫强 掉到这里就叫弱 这里叫强 底下叫弱 OK 所以各位你可以加入Lite Aid之后 我们帮大家做一个统计图表 那紧接着我们再很快就再看两档 比方说3363的上权 你是积极的 积极的 有没有处置不管它 你看到247你就做什么 积极的 你如果保守了 不好意思 你就是等190 190 对 因为它的集结在这里 最大量在247 所以你说没有守247 它就是要进入一个大整理 这个整理幅度会比较大 反过来讲 本周比较有机会的 因为刚刚我们提到了 包括联军等等 是不是都流漲停 你看Polo Way 大集结是不是在这里 最大量在172 大集结也在172 今天收在170 也就是说 如果本周接下来可以守172 那就会产生攻坚的角度 那反过来除了这个部分 因为时间内关系 各位我们针对 辉达台积电相关概念股 帮各位做一个列表 那这个部分我们特别举一档 之前讲过 近期表现比较 股价都还没有正式上扬 这叫3037的信息 细光值里面 唯一选择的也是星星 你所谓的高密度 窄板的部分 就是星星所提供的 所以我们的看法 首先以环冠指标来看 J现在在0 0.1 就几乎是0 它再怎么样也要回到50 绝对会回到50 所以像这种都可以列为 接下来本周主要的观察标的 老孝老师很贴心 不管是高档的CPO 怎么样来抓到 落后补涨个股的节奏之外 甚至连低档的 这个挥机概念股星星 看起来反转讯号已经出现了 如果同学们对于刚才老师 所讲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或疑问的话 你都可以透过画面上面的联络方式 跟我们老孝老师来请教 老师有空会跟大家做互动 还要解答你的问题了 好 海间设备股 CPO概念股真的有够强的 接两档各国 也是新加入的台积电设备股 这个角度比较不抖的 纷纷都创高 一档是饭权 一档是天红 好 设备股招 角度低的蹲点 让你赚到蹲对了 那CPO难道有角度低的 标的可以蹲点吗 我们请问展哥 休息一下 所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这个礼拜四台 今天就要举行法术会了 那除此之外呢 国际有一个重要的盛事 那就是OCP峰会 在矽谷召开了 它是干什么的呢 它不是CPO 它是OCP 全球云端伺服器 网通盛事将登场了 在美西时间10月15到17号 会开放运算计划 OCP的峰会 由META发起的 亚马逊 谷歌斯科等成员 都会加入 包含台湾的 尾创尾影 广达森达 红海其他的红柏 都有这个参展 要来秀肌肉 那不只回答 其实脸书 股价也要来拼前高 今年涨了66% AI版图大扩张 会均中东东南亚 那目前META AI 也有尽无益的用户 那现在呢 这个各大的CSP 云端大厂 都在想办法 做这个军备竞赛 到底能不能够 开花结果呢 大家不知道 可是目前这个时候 不得不走的入业 激励了台北股市当中 很多的伺服器 跟这个先进 四层先进封装 相关的个股了 AI加旺季效应 我们上市贵营收 冲出最旺的第三季 那第四季还有行情吗 而最近其实盘面上面 最热的就是这个族群CPO 营收都有大幅度的年增 那其实说实在话的 赚钱的数目可能不是很高 可是做梦的想象空间很大 3450的联均 今天拉涨停板 九月营收月增21% 年增6.3% 清九月营收是增加了28% 第二档是饭泉 饭泉的九月营收是小减 年增幅0.9% 今年以来只涨了3.6% 这么少而已吗 细光子联盟他有加入 说强先秀时机 用细光侦测定位 漏光点细光衰减量测等等 那股价是拉涨停板 我刚才跟这展哥在广告时间聊 这个CPO概念股 到底真的还能够买吗 因为它实在是太夸张太强了 角度又很陡 你看它本益比 你看它后令真的买不下去 但是有没有什么 比较聪明的方式 可以参与这样的强势股的行情 OK 其实这也是第四季的特性 第四季特性是什么 有题材就涨 所以第一天 十月一号第一天涨什么 宏达电 对 你就知道这个 没有在跟你开玩笑的 对 第四季就是这样 所以第四季会是很有趣的行情 所以我们一直提醒大家 现在可能大家都在想说 等川普上还是贺锦丽上 但是其实就已经快到了 所以前面十月初 我们跟大家讲的一些什么 码头工人 中国经济 日元 carry trade 这些其实基本上 不确定因素一个一个都没了 对 是唯一一个就是美国总统 是 但是其实也OK了吧 差不多可以认真赶快进场了 所以你说CPU这个展颜一看是什么 就是代表你不敢买的就越喷 好喷 喷到你赶进去的时候就喷完了 都会变成这样 OK 但是这个真的就是 多头行情的特色 特别是投机氛围很重 但是我们这一段时间又跟大家讲 其实我们会认为 前面当然AI涨过一大段 灰达也休息 对不对 但灰达现在又快要窗高了 对 好厉害 对 然后我们说什么 我们说AI泡沫可能正式启动 然后我们又讲一个论点说 现在的总经的状况 很像1995年 所以今天是通告第一天 我们先从大的方向 大格局带大家看 我们先从 这个是1995年那个时候前后 其实第一个 那个时间点是 前面是一个升息 升息循环 然后接下来进入到降息循环 然后最后再进入一个升息循环 1995年在哪里 在这里 OK 所以你看当时 行情是进入 进入整个降息循环的过程 然后前面呢 前面确实失业率很高 然后降息要救失业嘛 失业率真的一路下降 但这里也是蛮有趣的一点 通常我们讲飞利浦曲线 就是两个是那个 一个是 知道什么 快点就有三个 对 通过膨胀率 通过膨胀率跟失业率 两个是trade off 但是这个时间点很有趣 他们是失业率在下降 通通也在下降 所以那个时间点 格林斯潘执政嘛 就是联署会主席 他说这叫什么 金法女孩经济 叫什么 Not too hard Not too cold Jones Right 所以就是真的 整个经济 经济大好 经济大好 然后但是你看这里 戳破泡沫 进入升息循环之后 真的失业率就整个 整个就爆 后面就爆开了 来 再来我们看GDP的角度 当时现在的状况是红线 大概是3% 所以你说现在有很过热嘛 因为现在高盛又出来讲说 不着陆了嘛 奇怪 一天早上在变 对不对 但是当时你看 如果我们画一个中间线 差不多在这里 这一段 5% 所以你说那一段时间 经济好不好 其实是5%上下 大概3 5 7左右 上下来回 所以经济状况是大好 对 然后货币又宽松 所以那个时间点 有一个很有名的人 叫谁 Onir 1998年去投资了Google 然后说这辈子 都不用再工作了 都投资那100万 对 所以你要回头想 这个时间点我们讲 我们一直定义叫什么 软着陆背景下的降息循环 所以你看这个位阶 现在是不是软着陆 是 对 然后经济 OK 其实OK 然后在这个状况 如果你去宽松货币的话 第一个 在这个过程中间 纳斯达克指数怎么样 涨了2.5倍 然后那这边有一段的拉回 这一段的拉回是什么 LTCM出事 出事完连准会再降 这里就急喷 然后那喷上来之后 你看 这一段是什么 通膨起来 所以赶快紧急升息 最终戳破泡沫 OK 好 我们来结论 现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在这边 刚开始降息的时候 资金是越宽松还是越紧缩 当然宽松 没错 但是我们想 AI的投资 真的比较大投资 确的GPV什么时候出来 2022年的11月 确的GP谁投 微软投 微软在利率正高的时候 资金成本正高的时候去投 你说它傻吗 所以真正的泡沫出来是什么 整个资金开始汹涌 在市场上满出来 我一定要找东西丢 那个时候才有泡沫 所以现在这时间点 你说会是泡沫吗 我觉得绝对不会 但是有没有可能越吹越大 看起来有机会 是 但是现在只是此刻的状况 到底有没有过度投资 这也是一个点 这个是四大巨头 我们拿着CAPEX除以它EBITDA EBITDA台湾比较少用 但是OK 没关系 我们就看一个大概 这个位阶现在在这里 过去的高位在这里 这不用解释了嘛 占比不高 对 根本我就还没有用力 然后这个如果CAPEX 在除以营收的话 你这样一眼看过来 现在有夸张吗 也没有 其实前面比较夸张的是谁 是脸书 脸书 所以脸书投资很多 但是也赚很多 因为它收到的广告费 都很精准 这个谁给它 我们就不讲了 好不好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从自由现金流量 带大家看一下 然后另外自由现金流量 比方利润率 这两个数字 来 自由现金流量是什么 就营业活动的现金流入 扣掉资本支出 意义是什么 就是我赚的钱 能不能给我去投资 如果不够的话 我要干嘛 我是不是就要借贷 是 所以自由现金流是不是挣的 对啊 筑体的部分 都挣的 全部都挣的 所以代表他们 这几大巨头是什么 我赚到钱我拿来投 我没有说我要借钱 我没有压力嘛 因为前面有跟大家讲说 接下来可能会形成什么 是不是几大巨头之间 对于AI投资的 懦夫游戏 就你投了我也得投 我钱不够 我先去借 我还是得投 但是现在看起来并没有 现在还买买的去投资 对 然后你看自由现金的利润率 这个其实亚马逊 早期本来就很高了 现在维持高档也OK 因为亚马逊有一段时间 是完全没赚钱 但是美国环境就怎么样 就我说服你 你还是愿意丢钱给我 这也是美国有趣的地方 来 这是谷歌 一路以来都很稳健 没有问题 然后再来META的部分 其实也没有过高 然后微软 也很稳定 对啊 所以整体来看 真的有过度投资吗 其实我觉得完全没有 然后如果以微软 出来讲的角度 然后AI的需求 比上一轮云端的转型更强劲 上一轮转型是非常久远了 然后这一次是什么 全球范围的同步转型 然后如同他们 因为他们在卖office office现在都要强迫搭配 扣拍了 对 对不对 他说现在观点叫AI才刚开始 然后亚马逊 过去有85%的地端 未来10到20年 这么长 会转往云端 这是他的看法 然后META的角度 AI的广告变现惊人 对不对 我们台湾就每天就好几 好几十亿 是的 是的 很惊人的 变现活动非常好 你把他讲什么话 他就把他广告就抽给你 太厉害了 然后平均价格年增 就是我广告还卖贵 然后投放次数也年增 然后广告回报率还大增 所以AI完了吗 还没 根本就 一开始而已 远得很 然后这个时间点 回答我们讲说 从筹码的角度 这一个时间点 他去买库长股 对 我们是不是说必有嬉笑 对 说在这么高的位置 去买库长股什么意思呢 对 我说当然可能压抑一下 就真的压抑没几天 创高了 准备要创高了 OK 然后微软也是在这边 所以通常企业都是在低档买库长股 没有人撒到说 我要高档买库长股 高档买库长股必有诈 对 它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不高 再来第二个可能是什么 库长股两个角度 一个是注销股本 然后第二个是发个员工 对 所以一定是激励计划 是 我认为是这样 然后从过往 加拿大券商做的统计 他说buyback对S&P500的影响 看起来影响力确实很大 所以挥打微软在这个时间点 去买回库长股 如果我要给员工300亿 500亿的奖金的话 那员工应该会很埋名工作 对不对 通常满面工作呢 就是因为需求太大了 对 对 吞演是这样吞演啦 对 OK 好啦 回到个股啦 前面就把整个大环境 跟故事跟大家讲 但提醒大家一点 我们看一下大盘好了 好 大盘 来 大盘 现在季限扣底的位置 大概在这里 我上礼拜四在做资料的时候 其实扣到最高点 然后我礼拜四的结论是什么 我说行情随时有可能发动 因为年限 半年限都在下面 五日线 十日线也在下面 然后月线翻扬 唯一剩季线还没翻扬的 如果季线翻扬 因为它这里扣四千多点 扣一下很快就到了 所以季线一翻扬 是不是所有军线全部向上 所以行情可能会措手不及 所以该买就是得买 然后当然 你说我们敢买CPU吗 我跟明云讲说 如果真的我自己要的话 我可能敢 但是你要我叫别人买 我真的不敢 怕害人 对 会出事 但是如果从中间里面 我们是不是说 还是可以找一些有时机的 饭泉就其中之一 其实饭泉之前我们就做过了 检测三雄 红航饭泉宜特 那时候我们选饭泉 然后这一段下来 其实第一个 其实这一上来 你说实在 我们买点没有买得很好 其实在相对高档的位置 但注意 这边跌下来 其实跌到168多 其实19多跌到168 其实也十多% 对 你说要不要忍耐一下 其实我自己是忍住 因为第一个 当然回色缺口 是一个点 有守住 然后再来 如果我们认为大环境 是偏多思考的 那这个时间点 如果震荡大 很容易是要把你洗掉 但前提是你买的股票 要有基本面 对 结果你看 不负众望 今天就上去了 我们早上截图的时候 还没涨停 所以是两个灯 对 对 那这个其实我上礼拜在直播就讲 所以提醒大家 待会要记得 扫QR Code加LINE 因为这个我记得我们那时候 在盘中连线 就问到中国收成股 挑到这一档隐藏的天红 你看我们也是这种 很会找题材的 厉害 带导体设备加中国收成 对 就你看今天创新高了 这一档 这一段我们就做过了嘛 这里上来又有10% 这一段行情说真的 正来正去正来远 我们还要继续做 结果已经三四十%了 对 对不对 那你说投信有没有进来也有 然后题材我们讲过很多次 就不多讲了 好 然后CPU的部分 我有点没时间了 等等我们看快一点 好 第一个你看上权这些 负的赚0.6 这算很少 薄若薇算不错的 但是你看连减成这样 华星光也还OK 但是OK 整体来讲你说它的本益笔 都蛮惊人的 联均300多% 对因为它真的很低 所以整体来看 当然饭权 你说本益笔高不高 其实略高 我认为是略高 但是因为它有两个题材 CPU的题材 然后原本的检测也是题材 对不对 所以这一块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但是你看利润的角度来看的话 确实它是最高 如果营业利润来看的话 其实它也不错 这是杰敏60 对所以从中间来看的话 今天联军又长停 我们就不多谈了 对 那我们从中间有没有什么梗 那我觉得杰敏好像有机会 好 来讲一讲这个故事 你两个来比较的话 因为第一个联军投杰敏 投51% 对他们其实同集团的 对 联军已经标翻了 但联军标翻了 它EPS长这样 但它EPS长这样 所以现在EPS 因为它是做MOSF的相关封装 所以其实前一段时间 真的来到低档 来到低档我们就会反弹 这是第一个 然后再来过去几年 它平均的股利支付率 大概是将近八成 所以我们算的话 大概它的殖利率还有将近5% 然后如果 然后这个毛利率跟EA率也不错 然后再加上家族背景 那我觉得是不是有想象空间 因为所有股票里面可能是它还没涨 而且还有殖利率保护 此时此刻你要找殖利率保护的 的CPU真的几乎没有 又股票可能也不多 对 所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好 提醒大家 展哥今天的内容 如果大家有任何兴趣 想要提问的话 都可以透过我们画面上面的联系方式 跟老师来请教 展哥有空会再针对资料 还有你的提问 跟你做解答 还有回复你的这个疑问 我要聊一下大魔术 BlackWare一年份抢光光也印证了 这个CSP云端大厂 纷纷在扩张资本支出的 抢AI晶片的需求 谁会最受惠 除了回答之外 当然是我们国内的老AI 鸿海广达伪创 外资拼了命的抄底 抄对了吗 我们可以跟着抄吗 请问邓老师 我要回来捨定武器不是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这个礼拜台积电要召开法说会 但今天观察大盘 尽管只是有办法是拉了红棒 可是量缩得很厉害 大家都在担心 因为毕竟第一个外资空单4万多口 台积电在法售前 也要来逼近前高 到底能不能够这时候追 基期比较高的股票吗 可能要打上一个问号 好 大场面又来了 台积电法售会散户怕怕吗 担心利多出境 神山小股东单个礼拜 降了3.8万人 铃股小股东单周也降了2.6万人 那这个本坡957以来 涨了88块9.2%了 散户先落袋为安 我们看台积电的法售会 前后的表现 上一次7月18号 后一天跌3.48% 后一周跌6.07% 可是也是会遇到了这个 可能日本日元套利交易的影响 股价是向下跌 不过前一次4月18号 也是法售 后一天跟后一周股价是下跌的 只有今年初的法售会 是比较乐观的情境 后一天涨了6.40% 后一个礼拜台积电涨了9.1% 这一次到底情况怎么演 大家不知道 法售前好消息多到数不完 外资预估第四季即征一成 上看8360块钱 这个是比较乐观的情境 那如果说乐观情境 真的实现的话 股价1080可能是很快 就越过去了 但是目前还不知道 另外呢 台积电今天算是蛮稳盘 可是另外的F4表现 就没有这么样的理想了 上个礼拜五强的 鸿海广达联发科都熄火了 到底这个熄火能不能够让你买呢 联发科的天机9400 是获得Vivo OPPO小红米的采用 大摩收出货量 会充到1200到1300万台 目标价喊到1588 外资二连买超过4000张 老师包含了台积电 包含了这个F4们 外资都在买 当然位阶不一样 到底这个时候第四季怎么调 好的 我想呢 目前来讲就是成交量的问题 我想在礼拜五 我也特别提醒说 包括礼拜五台积电在涨 鸿海在涨 为什么那个缺口 没有办法一次越过 现在台积电就是在挑战1045 跟1055那一个缺口 所以各位看一下台积电 他现在挑战就是这个缺口 今天也意思到了1055 可是收盘是收多少 1045 就是在这个缺口的下方 我们在上个礼拜 我是不是提到说 这一根K线对下的成交量 是6万8千多张 你看今天的台积电 就是3万多张 怎么可能会过 基本上就是量不够 鸿海也是 200.5为什么站不稳 量不够 量还是不够 没有超过7万张 但是没有不好 没有不好 就是说大家还在等等 那变成说会涨的股票 就像大家讲的 邀股CPO敢买的去买吧 但是90%是不敢买 量一直买超都集中在这里 对 都集中在这个 5万张 4万张 4万张 这F4 连F5 违创也开始加入买超行列 而且是连续 如果各位如果看到这个法人动态 连续三个月都在买 尾创 所以我反而觉得说 如果现在你是比较保守稳健的 而现在的尾创是值得布局的 现在的广达也是可以布局的 台积电鸿海就像我上个礼拜讲的 那个缺口过不去是有原因 是亮不出来 所以我们看来看到第一张的字卡 在上个礼拜 单周小股东减 零股减 是对的 因为他们有看同学会 对 为什么 9月4号888 9月9号891 包括9月30号957 我还说敢买的95几年 那一天是不是零股增加好多 我说95几年 9月3号刻意最后一盘押到957 95几年 然后他们现在卖掉 可以啊 赚个9.2% 是吧 那如果是在9月4号 9月9号买的 那赚多了 赚130几块 包括4块钱的秒天席 是 那为什么上个礼拜我讲说 台积电再来这边 你要去赌他过1080 先看量 那如果没有量呢 你就不见得一定要去追台积电 也就是说你现在是空手了 想买台积电不是这个时候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看到1050跟1080差30块 请你把它换算成投资报酬率 3% 不多啦 真的 3%而已啊 有必要这么拼吗 为什么不找这种低基齐的买 动不动就给你8% 10% 不是很好吗 等到台积电拉回的时候 你再买 其实如果回到第一张日卡 如果只看这条线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 请问这条线是什么线 60 季线 请问你看到这条线 是不是季线在走平 对 走平是什么意思 你负乖率过大就回到季线 下来就回到 上 正乖率过大又回来季线 正乖率过大还会再 回来季线 还会再拉回 当然 不一定会再碰季线 但是它还有个月线会往上撅 所以如果说你从线型来讲 我们看到短线 五日线 十日线 月线 季线走平 他都告诉你说我 拉回来你都可以买 可是你现在买它没有漏 所以最好能够回到 这个1000块上下 包括月线 月线981 所以我希望的是什么 如果说你想买台积电 请注意未来一周 包括他礼拜四法说之后 万一有什么利空或不如预期 那时候再买 有往下撒的时候你就接 你没有发觉到 9月4号台积电是利空 888 对 对 吓死人了 9月9号891 又来一次 9月30号95795钱 一根大肠黑收最低 对 请问四后一看 那人买的人 那人买的人有够赚的 可是你现在买的人 就会发觉到 外资 外资一直调到目标下 那是有的人呢 各位有的卖 至少卖一半 是 净可空对可守 这是我给各位的建议 那同学们先掃描一下QR Code 加入我们的LINE 那搜寻我们的直播 因为明天过后 就会换人了 通告就结束了 那老师明天是最后一天通告 所以可以利用这个小老鼠 我们把它换红色的 小老鼠 1D 12888 就可以随时追踪每一档个股 那每一天 節目上 字卡上 其实股票没变 但是买卖的价格 停损通通通有变 都有变了 同学们加入LINE 好 那提醒大家 鄧老师 明天最后一天的通告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尤其是法术会那一天 鄧老师没有在节目上面 没有关系 你有问题想要问 都可以跟鄧老师来询问 也可以参考我们画面 上面的联系方式 那老师我们快速 从K线做观察吧 OK 我想台积电 现在大家最好是等 五日线跟月线中间来买 所以我说过 如果空手的一定要忍耐 不要急的追 不用去赌1080会不会过 量还没过 量是架的先行指标 量没有过 1080就算过了 都会量加倍率 这是技术分析的领域 所以我建议各位 这边叫你买 这边957叫你买 到这边我也不会叫你追 有回来再买 有回来再买 会比较安心一点 鸿海也是一样 为什么这个200.5的缺口 没占上 量 我说过7万张 7万张 什么时候补出来 200.5就会占得稳 然后就会挑战209 209 就一关一关来 那联发科 现在各位 五日线 来五日线就可以买了 因为你会发觉 基线月线准备交叉 基本上联发科 后面的空线还有 还有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广达 广达也是一样 目前已经短期金线越过季线了 所以你发现广达是小涨 越接近五日线 你都可以做一个低阶 目前来讲 它位阶还是算安全一点 算比较低的 再来讲到尾创 尾创连续三个月都有在买 代表什么 从7月8月9月迈入 第10月份都会开始买 因为之前的尾创跌得太可怜了 太惨了 所以觉得法人会认为说 我上半年赚2.79 那我一整年也赚5块半到6块 跑不掉 那股价当时最惨跌到83块 所以老师现在法人感觉 在台股要冲高之前 是买一些地位接的 对 所以尾创你看现在三线纠结了 所以回到五日线 都可以站在买方 其实尾创现在是安全的 再看神机 就像我讲 它一直纠结在这个地方 110块都是个强力支撑 你有发觉到 今天它还是守平盘 所以接近110 都要站在一个买方 好的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顶天 顶天上个礼拜五 吉拉 红K 今天又来回撤五日线 那喜欢它的都可以买 为什么 它的镜子在这边 它是广达集团的 那广达现在慢慢在加温 那顶天其实可以注意一下 那看维生 你说维生今天有打下来 那基本上OK 回到月线 附近都可以买进 虽然今天它是收低的 但是我觉得它离风险很近 各位看我的字卡 老师有拉停损价 你在100块附近买的人 不管你买99 98 或是100块都无所谓 破前滴你再出 好 没有破它随时都会拉上来 好 这就是个洗盘甩轿的动作 好 再看至上 但我们再讲至上各位看 它这个底其实做得很漂亮 尤其在整个短期均线 打出一个小圆弧底之后 一开始黄金交叉 然后看基本面没问题 最重要是这个 这个黏帧率很可怕 有没有 八成 所以你发觉到 它最近就在这边抹 有很多CPU还强 对 因为目光 投机的都跑去做CPU 可是你稳健了 你应该去注意它 为什么 第一个它本益比低 第二个机器又低 而且你买起来 其实都不用担心 如果你的个性是 比较稳健的 你就发觉 它这边慢慢抹慢慢抹 而且其实今天 也是一度打到平盘之下 还是小拉上来 还是收红 所以基本上 你要慢慢的在 这个地方做一个布局 其实没什么风险 三线纠结都在这里 比如说你买它 你没什么风险 可是它后面的空间 蛮大的 值得期待 就像什么 上个礼拜 我们再提到文业 当时也没动 上周五大涨 上周五喜拉 小小跌而已 差一块钱就涨停 对 今天也是在平盘附近 对 可是量就缩 所以你会发觉到 但是它这两天 其实在做一个换手量 这个量好不见 对 在做一个换手量 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没量 放量强攻 你说经验量比昨天多一点点 但是我有创高 我拉回来小跌一挡 没什么问题 这个就是在换手的动作 慢慢换手 均线全部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当时我们跟各位介绍 就是在这个105 106附近 所以基本上慢慢的已经 那它的关键价位 如果还没买的人 要怎么样找买点 现在各位看 他拉回来离五日线 五日线 明天就来到110了 所以你在110上下 110附近 110 111 111 12都可以买 就是碰到沙下来的时候赶快买 因为五日线会是往上顶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外资不是看145吗 对 外资看得很好 对 那我们说没关系 你不一定要看145 你可以看130或140 那如果回到110附近 你买的话 空间其实是还不错的 而且指标告诉你 它是要往上攻的 是没有问题的 基本面营收都是很好的